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0日星期一 亦都是期止结算日 所以今天市场 这个是近10天资金流动的情况 大市资金流方面曾经多一点 最近是多一点 但仍未过一千亿 慢慢看看 这个就是要流入来等等 北水流的情况 11月18日就减少了这么多 为什么呢? 预注都是假期什么等等 然后这些都是不太多的 再接着就是 李宁有流出的流入 虽然股价向下跌 不过它有资金流入 中芯国际流入是理解得到的 根本也是升的 药明生物流入也理解得到的 美田也是 凌股基金都减少了之后 不要紧了 减少了你始终就买回 快手、海洋、石油、中国移动 都是无法治 这些最近都是跌的股票 好了 再跟着这个北水的情况之中 希望现在这边慢慢多一点来 可以上去 你只要希望的 因为钱又不是我的 又不是你的 是别人的 那我们再跟着 我们再看看这个板块今天了 因为今天 轻轻跌跌的时期之中 其实可以升的板块不多的 医药板块全面向好 半导体板块就憧憬于中美集败会等等 对于这个集败会 我也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美国的传媒就说 喂 未定实 未定实 你中国人搞什么 美国的传媒是说 王毅和我都未定实集败会 其实我都觉得是 为什么要定个集败会呢 不需要的 因为上一次 在巴黎那边那些东西 讲完之后 拜登回去 两脚就篩走那些东西了 讲了当然没有讲 讲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我又觉得 你说了 大家要这么做 我好相信 美国佬到时呢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不过 没所谓啦 大家有个冲敬下 就冲敬下咯 是不是 好像现在又说 说什么呀 又说有这个 是 乐彩很多东西 给人冲敬的 又说有这么多保护 那你冲敬下咯 买不买你的股票嘛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 打铁还需自生硬 你有没有自己的盈利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中移动 你就不买我咯 美国佬 特朗普说不给美国资金买中移动 行呀 我是捱了你的棍子 才是慢慢的 我有的 我就回来的了 所以我也都觉得 来着的 中充国际这类股票 是值得大家想的 我话说你秉我 我会自己慢慢 就会做回来 倾一国之力 没理由做不到的 所以我对 这个人是有点信心 当然啦 你们也有很多股票 乌里丹刀的 唉 不要理他了 那些 全世界都有乌里丹刀的股票 好 那再跟着看看 就是个别的股票方面表现了 融库基金是差的 那为什么呢 旗子结算 当然是动力的 那其他中心国际上升得好 等等样东西 这些这样东西 那长城汽车又升得30分之好 因为怎么样 他说他出口嘛 那出口的时候 当然也都是找到 不是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那些旧存款汽车 他出口得到好 其实不要以为旧车 没有什么都做 都是一样东西 可以做的 好了 那跟着看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旗子 旗子 这个应该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做底的形态 那现在再跟着要等它怎样呢 因为上次已经讲过 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一下 这个价格呢 这个价格 穿下了很多这些问题的 今天它下来这里 最紧要呢 明天后日 升上去这个 就是保利加通道中途中途 是17526 当于17530 17530的话 那已经是突破了这个 升破这个阻力 升破这里的阻力 如果能够还可以好一点点 升破这里的阻力 这个阻力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收视位 就是17738 那如果17738 那我们又看看吧 17738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升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 第一 这个底 我们升破了 第二 这个底 我们升破了 好了 那你说认为 是不是叫建底呢 是吧 所以我说 这里是可以有一些乐观的 那么 再跟着上 当然要升破了 保利加通道中途上途 保利加通道上途呢 现在这个地方 就在181 96 那么 暂时就这么看了 升到181 182的话 升到182 那这个世界很不同的了 很多人呢 就会是 或者 我们会更加升破了一点点 是能够升破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有多少呢 这个位置 就是 大家 在18800 嗯 那 憧憬一下 衷敬一下 好吗 那 再其次了 那今天我们有什么股票 可以去留意一下呢 那 就看一下 我今天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感恩生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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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